现在泰国的华人有900万 占全国人口的14% 这些华人在泰国的社会地位很高 甚至还可以参选国家领导人 而泰国与中国同属亚洲国家 在一些文化和传统习俗上 很多地方十分相似 因此即使在泰国长期生活 也不会让华人感到无法融入 就像在国内生活一样自在 现在中泰两国也是交往十分紧密 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 在旅游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泰国也成了国人旅游购物和冬季休闲的圣地 在未来两国融合性也会越来越高 相信旅居在外的华人 更能体会到家一般的感觉了